站着不动开始不相信 不相信这是一个运动 后来逐渐逐渐慢慢慢慢才认识到了 第一步是不相信有三点不相信 第一点就是说站着这不动是不是运动 站着不动是什么运动 是一个什么运动 这点就拿不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你站着不动 这个能够治好病 有好些个病人呢 就是在我们医院里到打针吃药啊 中医西医各种医疗法都做过了 没有效果 他在到公园里去就这么站一站 效果非常好 所以这个开始的人不相信 你不吃药不打针 就这么站一站就能治好病 这个没有人相信的 非得自己自己做了 自己做了以后自己再相信 不做不相信的 第三点呢就是站着不动能长力气 这个更不相信 能增强体质 这个更不相信的 你非得一般的印象都是要动了 要动跳啊跑啊跳啊 这个活动了才算运动 不活动不算运动 这个体育界的人不行也不相信 我们也不相信 那时候到往下那去 他就叫你在这站着 就这么一个姿势 他就是站着就不许动 他说流的汗流的很多 夏天 这个深深都湿了 但是越坐越舒服 越出汗越舒服 越出汗越舒服 所以逐渐逐渐地对这个 你开始不相信 一点一点地慢慢感觉到身体好了 练练身体好了 这逐渐地相信 相信这个道理还是讲不清楚 但是倒不清楚 后来呢就是 和一位这个体育界老师 和大夫人一起做实验 感觉这种运动 东方的最古老的 是从老子那方面来生来的 最老的 两千七百年以前 就开始有这个东西 但是一般人 就是不容易理解 不容易理解 人间站庄主要目的 第一个目的 也是要这个 那个腔身 卫生 就是我的腔腔体质 第二个目的 你要寻求离去 找这里头这个兴趣 因为它这里头 又产生很多变化 就是手发麻了 手发 这个膝盖 酸了 这个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 这个老子呢 叫观庙 一观其庙 一观其庙 一观其教 还有无以观其福 这是老子三句话 三句话 要观察 反来不去 这个循环状态 要观察 每天差不多都有 每天不同的变化 看这个变化 很有意思 所以第二步 你是要寻这个离去 第三一步 是要寻这个积极 自慰 就是 身体坚实了 有一点 比方 你遇着一个坏人了吧 你也可以 给他 打得过他 你不害怕了 最高的 到什么程度 就是老子讲的 最高的 路 善舌生者 路行 不微思虎 就是善于养生的人 走路 不怕遇到老虎 就是证明 你能够把老虎打死 不能够被老虎 把你吃了 这是善舌生的人 就是养生 做得好的人 应该达到这个目的 需要什么样的意念 就是家人 什么样的意念 要需要 那个意念很巨大 很多 很多 这个意念呢 就是有一种 是抽象的意念 抽象的 比如好像 我在有这个 像这个 有淋浴 下雨的时候 在淋浴那样的 你在练的时候 你好像是 很自然的 下雨的一个感觉 身上很轻松的 有小雨 那么洗沐浴 沐浴感觉 是淋浴 洗澡那个感觉 这是最初的 或者是你觉得 看这个山水画 看这些风景 你觉得非常高兴 叫做 欲笑不笑出 我在这练 我不要这样的 这么不好 要笑 好像非常自然的 非常自然 好像要笑 要笑你 但是不要笑出声音来 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在这 这样的越做你 越觉得舒服 越做越舒服 一种舒服的感觉 这个和一般的运动 还有一个区别在哪里 就是做这个运动 做站桩运动 这个对心脏来讲 它不是超负荷 超负荷的 这个是根据你身体的能量 你自己的这个适应能力 你这个适应能力太强了 你这个腿疼得受不了 你自然就不练了 可是你跑步的时候 你总是上 跑步 你都要憋气 要憋气 跑完了以后 你 要喘 干这个没有 做这个站桩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现象 就是它是 一般的运动 是缺氧的运动 缺氧 缺少氧气 站桩里是冲氧的运动 越做越舒服 脑子越清醒 是冲氧的 呼吸自然嘛 呼吸中氧 是冲氧的 所以这个在生理上 都有这个区别的 那站桩也可以在屋里练吗 屋里可以 可以练 但是你就是屋里 不如外面空气好 外面空气好 越练越舒服 当然你没有条件 这个在屋里头也可以 我看很多练功的人 是在树底下 或者在自然环境里练功 是不是练功跟 那个大自然 也有很明显的关系 对对对 这个主要就是 空气好的地方 所以就叫这个 古来那个内经上的 叫呼吸精气 呼吸精气 所谓那个精气 就是心的氧气 这个氧气充分的地方 这个树林子里头 或者有水有树 更相依 这种地方 你比在家里头练好 所以这个 一般的运动 一般的这个运动 都是好像在家里头 在屋里头练 有的时候健身房里头练 实际上你这个 要回到大自然里头去练 这个更好 效果更好 越做越舒服 这个是没 一般你有一点体会的人 就非常清楚的 都愿意 冬天也愿意到外面去 下着大雪 下大雪的时候 也愿意到那个 公园里头去练 别人不认识的人 不知道的人就想说 多冷啊 你在家里练行不行 它不是那样的空气不好 家里空气不如外面的空气好 是不是也有一种自然的循环 就在神奇中 就可以练出来 是吧 自然循环是这样的 你怎么样能想办法 让你这个循环的加强 它这里头就是 站着里头有很多的 细节 很多细节 这细节里头 你到一个阶段 有一个阶段的 这个方法 你开始都是这么简单的 比如说手这样子练 这很简单的 这是最简单的练法 这个就运动量小 你要这样子 手的位置 这样子 就运动大 你要这样子 这个神奇就不一样了吧 对不对 你和这样子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这样子你练的时候 你看 这样子又不一样了 你手这样子 才没有意思了 所以这是有个阶段的 这个阶段的细节非常困难 掌握这个细节比较难 你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增加 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提高 这个比较难 那您现在也叫那个站庄 对你学生 对你徒弟有什么要求 徒弟是根据 这个王先生讲的 叫因人使教 根据每一个人 比如你是有病吧 你有病的时候 你开始你做这个姿势 做很小的 运动量很小的姿势 你身体很好了 身体很好了 你就要做这个姿势了 你再好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做了 就停起来 停吧 停吧 这个 嗯 那你现在要做说 我来说 那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 我来说 我来说